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中午的12點 豬仔今天第一隻的推介 就是這隻 SEICO的KINETIC GMT 大家自從有了精工五仔 4R機心的GMT之後 對GMT應該都不陌生 但是KINETIC GMT應該比較少見 第一KINETIC已經停產了 大家知道 而KINETIC GMT在市面上 簡直是已經見不到 非常少見 這隻就是KINETIC GMT SEICO 大家都知道KINETIC是人動電能 跟機械的原理都有點像 就是Shake的 它也是要的 底部有個鎖 就會由鎖的動力儲能 儲在電容器那裡 當然機械就沒有電容器 所以儲能時數就不夠KINETIC 這個儲能時數採用了5M85的機心 KINETIC的儲能時數到六個月 最多是六個月 當然六個月內 如果你配戴它 或者Shake它 它又會繼續儲能 這隻就是KINETIC GMT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有分Office GMT 例如我剛才提到的 有精工5仔 便宜版就是Office GMT 也有 Traveler GMT 或者True GMT 而我手上這一隻 就有一隻 獨立 調節時針 就是一隻 被稱為真的GMT 就是Traveler GMT 它的 好處就是方便閱讀 但它的不好處就是 價格一般都會比Office GMT 比較高 這就和大家簡單講解了 GMT最大的方便就是 可以有一個 兩地時區 因為有很多標迷 尤其是現在 很多標迷 會有家人在外地 不論是去旅行 或者是移民 可以同一時間 在同一個版面 看到兩地的時間 好了 先看看這隻標 黑色的Dial 中間做了一條紙紋 整隻標很帥 很帥 整隻標 直條紋 6點到11點為止 做了一條紙紋 6點到12點 6點到11點 傻了 6點到12點做了一條紙紋 日力槍擺在3點為止 做了一個黑底白紙日力槍 看看細緻造工 日力槍也有一個金屬邊框 鎖著日力槍 另外你看到它的黑道 也做了特字字釘 都很立體的 做了銀色拋光的處理 而裡面內影 那裡就有個24小時圈 你看到24 上面下面12 一個24小時圈 然後你看到6點為止 寫著了Kinetic GMT 100M的防水 這隻標做了100M的防水 標觀位置放在3點為止 做了一個拉推罐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標 因為這隻標就做了100M 另外上面有個按鍵 這個Kinetic的按鍵 是一個Power Reserve Indicator 看到它的Power儲能去到多少 怎樣看呢 按一下 你看到它跳了4至5下 其實這裡就有一個 在文章裡面都有寫到的 5秒鐘就走到1天以上 10秒鐘跳10秒鐘走到7天以上 跳到20秒就走到1個月以上 剛才跳到20秒就走到1個月以上 如果跳到30秒 半個圈就可以走到6個月以上 其實在說明書那裏 5M85的GMT的Kinetic說明書那裏 也有說到的 而這個現在是新的電池 我還沒調整它 當然豬仔沒有帶過這隻標 是全新標 是一隻豬仔的收藏系列 這隻Kinetic的GMT 就是停產款式 都停產了好幾年時間 市面上都比較少有 我看到外國有些網站 比如Ebay Epay 或者Amazon 都有賣的 四百多元到六百多元US 反而Kinetic24 全新我就不太覺得有 好了 這隻標是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它沒有做到藍寶石玻璃錶面 做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軟玻璃邊位置 可以斜斜地做了不鏽鋼光身的炮鋼處理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這裏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身的側邊部分做了光身的處理 標帶方面做了一條壓紋的車線皮帶 做了一個黑色的皮帶 另外兩個皮圈的油環 還有一個銀色的光身針扣上面 都寫著SEIKO的Logo 好了 看看錶底 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這個底蓋有點像機械錶的做法 整個底蓋 也看到駝尾寫著Kinetic Japan 接著5M85的機芯 精工Epson的自家機芯 最重要的是 它寫著Water Resist 10個BAR 做了100米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Japan Movement 另外裏面也寫到7顆石 駝尾裡面也有寫到的 老實說 它這個Kinetic沒有做過多打磨 都是做了一些拉絲花紋 甲板和駝尾 好 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支錶究竟怎樣使用 我們一齊來看看 好 先擦靚仔 撿起了錶關 有停廟功能 一個拉推罐 我們嘗試向上轉動 正常教時間 正常教時間 譬如我們喜歡的時間 在7點鐘 6點多 7點鐘 好 接著就是 半格我們教GMT針 看到嗎 即是獨立教之時針 好處就是 當我們如果可以 因為它可以兩邊轉 如果我們譬如 舉個例子 有些地區回來之後 你要調節一天的日曆 就可以兩邊轉 你看到轉3號 4號 這樣去調節GMT 兩地區時間 非常方便 好 這個是Traveler GMT 我們叫做 好 這個錶 就屬於大錶徑 屬於大錶徑 市面上都比較少見 而重量方面 不算很重 我也忘記了 而它的規格也沒有寫 試一下幫幫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 就是83個g 屬於比較輕 而且直徑方面 就是 抱歉 我的尺 先調整 43mm的標徑 屬於大標徑 厚度方面 就是14.4mm的厚度 脫離脫離 就是 50 是的 差不多50 是的 我自己覺得 這隻GMT 始終是比較厚 缺點 因為你多了一支GMT針 它重疊起來 就會比較厚 有14.5mm的厚度 14.5mm的厚度 試一下拼上豬仔 14.8cm的手腕 這支錶戴上去 就不覺得很大隻 不知與否跟黑色的感覺 大隻尺寸 反而不太大隻 這支錶戴上去到50 但直徑是43 但看上去就不太大隻 像40mm的標徑 應該是深色影響了視覺 整支錶沒有做野光 做了劍型的指針 還有你看到 秒針末端 也有零型的裝飾點綴 挺漂亮的 如果你想擁有 一支停產的 Kinectic 還有GMT 這支真的不錯 市面上非常少見 如果你想擁有一支停產款 豬仔私人珍藏系列 不要錯過一支 豬仔手上只有兩支 沒有多了 不能再訂 因為已經停產了 這支是我自己存起了 整支錶的狀態很好 包括電池 因為剛才我沒有停產 都行到20秒 即行到一個月以上 如果你只要停產 移動一下 或者戴一下 背打一下 走的時候 會走得更加多 去到六個月 還有它有低電量提示 如果當它低電量的時候 那支秒針 現在走的秒針 就會兩秒跳一下 這個都比較方便的一個 一個用法 其實說明書也有講到 如何動能 甚至乎我們配戴走多少米 走多久 都會有指引 如果喜歡這支錶的錶迷 怎麼做呢 在封面上有一個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我可以 打給我都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支手錶 想在佐敦店裡拿 還是賴茨店裡拿 這支錶雖然配皮帶 但其實配上鋼帶也很棒 20M的寬度 配上鋼帶 就可以作為一支 如果配皮帶 就比較斯文 如果配了鋼帶 我就覺得是一支悠閒的手錶 甚至乎它有GMT功能 隨時帶著都可以 好 希望你喜歡 豬仔的Kinetic GMT 私人珍藏系列的推介 好 喜歡的盡快找我 2428 2428 2428 如果要找到NOS 第一很困難 第二超過400元US 好 喜歡這支影片的 就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都是那句 心動的 立刻行動 不要錯過豬仔的筍標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